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民事夜线新闻 我是张嘉欣 在新一开始大家关心是晚间的最新消息 就在苏贞昌抛出了不当副手之后 前行政院长夏浪廷 今天晚间聚集支持者举办了便当会 那么党内三位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却只邀了蔡英文 夏浪廷明白表态 支持蔡英文应该不分拍戏 一线声会场 蔡英文就被支持者热情簇拥 短短几步路硬是走了好几分钟 赶在下周一民调之前 谢长廷号召支持者举办便当会 不过党内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只邀了蔡英文 变办 他心理前没有一句话的 但是继续表态这一段 由前面的表态支持蔡英文 他新潮流 你看史嘉宁在这现场 他支持蔡英文嘛 没错啊 对不对 我们的共识就是 只有蔡英文 我的大团队 来派那两千共十一年 这次的参选 蔡英文正式成军 就怕被说是党内拉帮结派 蔡英文上了台 一开口就感谢对手舒贞昌 所以就这两三年来 是不断了 而且非常勤快的 在每一个大小战役 都替我们的候选人展开 所以当有这么好的选战的成绩 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苏联党 每一个选战我们都是清权党 之力在打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政党 而且这个团结的气势 一直在扩大 一直在延烧 依旧温情喊话 蔡英文也打团结牌 不管苏联昌抛出不当副手的话 小龙女站稳脚步 步步逼近总统大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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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新闻庄顺发马丹州 台北报道 好